掌握未来 各位好 欢迎准时收看金融百分百 那我想今天大家都告诉你 就不用再讲了 11000点了 指数间收到11017 委派还给你拉 收最高 接近了 没有收最高了 接近最高了 最高是11020 收11017 不过OTC 却是跌的 这衍生出在中秋 在国庆日之前 在国庆日之前 外资是看多的 那么内资就谨慎一点 但是这个盘 我说就是没有走完 因为它是资金行情 所以外资它持续在买 你买台积电你就没有办法 台积电涨8块多 今天台积电2330 它就是给你涨 涨8块半 那你怎么办 我就是给外资 就是给你买8块半 给你涨8块半 对不对 所以指数就垫高垫高 那明天是 国庆长假之前 最后一个交易日 你明天买的股票 你就要等 节后 要大涨 不然不要买 你放三天了 对不对 所以话说回来 你明天敢买 就代表你有信心 你准备 下个礼拜一回来 这张股票要大涨 可是现在盘事上面 大家都很 就觉得说 去追高 又怕被受伤害 当然你不可能 去买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涨成这样子 对不对 今天 敞到红海 刚才起这两只 今天就这两只股票 只是就不知道 贡献多少点 对不对 还冒一个2327的国具出来 会尾盘 给你拉一个这个 所以不要乱放空 观众朋友 不要乱去放空 我跟各位讲 千金不是唯一 记得我跟你讲 万一如果不是高点 千金不是唯一 有钱做多做多 那你宁愿空手 不会做宁愿空手 不敢追宁愿空手 不要去放空它 好 来 台北股市那时候 我跟各位做报告 那个中秋节之前 这个就是中秋节了 是不是 大导状反转 我告诉你说 节前 有人要卖一趟 有人要卖一趟 那卖掉之后 墙还会再买回来 记得我讲的这一点 卖掉之后如果墙 他们会买回来 你把我的话记下来 我说问各位可以吗 从10180涨到1089 让你休息一下可以吗 那有些老师就开始飘摇了 哎呀这个指数啊 这个如果下车到年限了 你这个要跌六七百点 那甚至晚上很多节目 就开始恐吓你 哎呀这个地方啊 中秋变盘啊 要下去了 对不对 我直接跟你讲 我说这个世界资金行情 这个钱很多 就这样子而已嘛 今天这个族群涨完 改天涨这个族群嘛 那台北股市不是今天 一口气给你拉 光这个国具 这个国具积息够不够低 当然够低啊 你外资就是买嘛 外资买单 那这结合什么 剩下我就不能讲了 我就不能讲了 对不对 你们去对照一下 国具大股东 去年在高点的时候 他怎么讲的 那今年股价在低点的时候 他又怎么讲的 拿来对照一下就知道了嘛 那大股东意思就很明白了嘛 对不对 高档跟你讲 这个景气看到年底 就股价在七月份见高点 看到年底 对我讲的我负责任嘛 对不对 好这个不重要 现在重要的是 我们回到重点来了 我们现在买的股票 是结后要涨的 是结后要涨的 好 来 那大盘我讲 有没有答正 答正了嘛 休息一下之后 这个大导状反转 有没有 是不是到一万一 又到一万一了 好 那丁老师目标 这个完成了嘛 对不对 好 但后续是 一万一能不能站稳 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一万一之后 要涨什么股票 第一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 以中期的角度而言 不是问题 即便是一万一 大家都担心 我还是跟你讲 从中期的角度 万一不是高点 短线拉回 这个没有人知道 那一万一 你回个两百点 三百点 没什么了不起的 对不对 可是以中期角度 万一不会是高点 那千金 它不会是唯一 这是我的重点 好 那第二个重点就是 好 那千金股 它会带动比价效益 所以高价股 你要注意 达正之后 来 接下来呢 操作很重要 我们回到重点 来 今天 上涨 504加528 对 上涨470加294 下跌524加528 很明显的嘛 下跌加速多于上涨加速 所以股票 下个礼拜才是重点 可是我要告诉你 有很多股票 已经压不住了 明天是最后买点 好 来 我们先跟各位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来看看 来 这档股票 大股东回补 大股东回补 第二季的EPS创 单季的新高 第二季是 四五六月嘛 那 七月八月 它的营收都比去年 甚至比第二季 要表现来得好 所以我预估这档股票 它在第三季 它会再大幅成长 那这档股票第一 它九月营收 说不定今天下午就公布了 我不晓得 或说不定明天 节前公布 我不晓得 可是我觉得如果这档 它的营收公布之后 它在这边是要准备大涨的 因为第三季的季报还没有出来 当第二季的 获利数字EPS创下单季新高之后 我看好它第三季EPS会再大股成长 重点来咯 大股东回补 所以我认为这档股票 节后 会大涨 我讲得很白 节后会大涨 好 我可以跟你讲 老师这个国具 还会不会大涨 对不对 老师2330的台积电 还会不会大涨 这些股票 你都看到都已经涨了 留给人家分析 那你要做是人家不知道的股票 这档股票 我看 我最近在看 没有一个人在讲 没有一个老师在讲 所以你不用猜 你也不用看 你转来转去 你的老师不是跟你讲什么 精测 要不然就跟你讲IC设计 或者跟你讲 被动源圈的国具 对不对 这档股票我看来看去 没有人在讲 可是大股东偷偷回补 节后会大涨 你小心要喷出 那这档股票 我跟各位讲 它大概价位是 属于中价位偏高 它不是高价位 它是两位数的 它是两位数的 可是各位你要记得一点 那个八九十块的股票 它往上跳上一阶 到一百块 三位数的时候 那个时候 上去的力道会很强 所以这类型的股票 我觉得 你当在准备酝酿的时候 你要留意 上去的时候 我举个例子 各位你知道吗 一百块钱以下 一百块钱以下 它是一次是一档 是一毛 比如98.7 98.8 98.9 它是这样跳的 可是等于一百块钱吃上的时候 它是一百 然后一百块五毛 一百零一 一百零一点五毛 所以过了一百 那个comzom之后 它跳一档 抵一百块钱一下 五档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八九十块的股票 当它准备要去充 那一百块钱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时候 那爆发力会很强的 我不希望大家错过 因为没有人在讲 这档股票 我说 我有信心 你明天要来买 结后会大涨 我认为结后会大涨 我们含蓄一点 保守一点 好不好 那我讲的话 我讲的话 准不准 准不准 我问你 郁金光准不准 我430以下 我给你讲郁金光 你还是闭着眼睛买 你还是要买郁金光 那时候公布八月份营收 年增百分之一百二十三 我说你闭着眼睛买 买完之后呢 424买 430以下都是买 都是买 目标价不变 你买完之后 来到483 几天的时间 499 430下加码 我讲的 有没有实现 那市场上就会有人跟你讲 郁金光大幅度成长 怎么样怎么样 iPhone 三镜头 怎么样 我说那个东西 那个叫四合诸葛 我问你 你老是430下 敢买郁金光吗 你的老是在430块钱以下 敢买郁金光吗 快不快 高价股是不是赚得多 一张就是接近7万 逼近五字头目标价 接下来怎么做很重要 为什么 9月营收要公布了 市场上面大多认为 它9月份营收很好 那个叫废话 8月营收 比去年同期成长 1.23倍 它的营收 从3月底 见低之后 45678 都成长的 我一路以来 跟你报告 接下来怎么做 很重要 好不好 不要乱做 我稍微透露一点点 你下礼拜 或是明天 郁金光如果公布营收 你自己不要乱追 当然我知道各位 你们现在也不敢买郁金光了 现在投资人都惊得很 都要等拉回再买 可是我告诉各位 有的时候 你不要随便回挡乱买 你搞不好就是买到 那个刚要掉下来的刀子 我就问各位 430以下郁金光 为什么你们不敢买 老师还会再跌 这个叫人性 你等到见到营收 看到突破 老师在讲 电视在报 想说做个短去追 为什么最近赚不到 这股票 大股东回补 Q2单季EPS创历史新高 Q3再大幅度成长 你敢不敢买 还没有创新高 我430以下 告诉你加码买郁金光 你敢不敢 你敢就赚钱 你敢就是赢家 你不敢 就赚不到钱 你不敢 就会去追 就追那个490的郁金光 未来可能 郁金光到五字头去追 五字头就是追高 我跟你讲 这档股票 结后会大涨 大股东回补 那我认定他 结后会大涨 明天是最好买点 因为明天大家都怕 我跟你讲 明天一定 明天还有一点 你明天不要自己去追高 你明天有时候 报纸建立多 人家拉高是要 他最后一天先给你卖掉 卖一趟 尾巴给你杀下来 那结后再接回来 所以我跟各位讲 这档股票 明天 明天 第一时间 当然如果一开盘 直接大涨上去了 可能是营收公布 那我就没有办法了 我就只好打开给你看 或者是盘中突然急拉大涨 我想 所以明天 明天很重要 一开盘的时候 这档股票 你千万要留意 好不好 大股东回补 结合会大涨股票 愿意的话呢 打电话呢 我跟你分享 我来带你买 我来带你买 我教你怎么样做股票 其实投资人有的时候 就是只差那个 你们都是要看的力多之后 才敢去买 像这种 我不跟你讲 你们也找不出来 但我跟你说 大股东回补 所以我认为 反映到营收这一部分 跟获利数字 结合会大涨 所以结合会大涨呢 你结钱就该买 结钱什么时候 就是明天嘛 那明天很简单 就是把它买好买满 结合会等大涨 好不好 喜欢的话呢 这档股票 你认同我郁金光对你的操作 把这档股票带回去 没有问题 好不好 不然结合会看大涨了 伤脑筋啊 是不是 指数都要一万一了嘛 我讲的有没有实现 有嘛 好不好 大涨马上回来 4个半小时 顶尖好手 正面对几 早上9点 锁定非凡抢先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我们立足台湾 放眼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都是经典 各行各业交织成产业脉络 人生每一步都是投资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并肩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好 其实各位你记得 我跟你讲的这个东西 未来都会一一实现 我问各位 郁金光430下 有谁在这个节目跟你讲 没有人跟你讲 430买 最后来到499 高价股赚得多 一张就是接近7万 五张就是5735 35万 对不对 高价股赚得多 430下持续加码 再来万一如果不是高点 千金就不是唯一 以后我的话会很多人拿出来用 古王带动将出现多千金俱乐股 你们自己就翻翻历史 前年千金股是谁 去年千金股是谁 今年到现在只有一档 是四位数 指数在1万1 金浙我那时候跟你讲 从这个地方跟你讲 涨到908块钱 从他的7月营收开始跟你追踪 8月创新高 一直跟你追踪到9月营收 还唱历史新高 接下来呢 大力光4400 金测今天收900 信华798 对不对 系列755 蓄准638 图类KY565 里面你自己看就好 对不对 我是跟各位讲 你要来预约怎么样 富贵千金 高价股赚得多 有没有 那个时候跟你讲 毛利率超过金测雍智科 是不是跟你讲 高价股赚得多 有没有 我说这个量刚刚突破 这个颈线刚突破 有没有 一张29万 一张20万 它那个高价股 跑的数字很快的 那个四五百块股票 你涨个5% 一张就是两三万块 有没有过高点 你自己看 过了嘛 这个颈线 这高点 那这里不要追了 你小心要回马枪 我都有提醒你了 对不对 那我讲的 有没有做到吗 你看今天有没有做到 有嘛 指数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要买什么 下个礼拜 它会涨的 Q2EP的窗 单季的新高 Q3呢 因为7月 8月的营收 都大幅成长 9月份 加进来之后呢 我们预估 Q3的EPS 会再更加成长 那Q2已经创新高了 那Q3大幅成长 就不用讲了嘛 那这种股票呢 在这里 整理完之后 因为大股东 回补 大股东回补 所以我认定 这档股票 结合会大涨 那这档股票 其实我觉得 就是各位要注意的 如果你们愿意 这档股票 我说 跟你分享 好不好 不要再瞎子摸像了 每天早上起来 不知道看什么 买什么 不知道 那这档股票 我说它是属于 中价位的股票 然后有比价效益 它不是高价 你一定买得起 因为两位数的 可是我讲 那个八九十块股票 当它冲了 一百块钱的时候呢 那个力道的时候 会很大 所以我觉得这档股票 我看好大股东回补 结后呢 小心喷出 小心喷出 那喷出之后呢 过高之后 大家又会讲 会讲之后呢 又再问说 那到底要不要追 或是什么时候可以买 观众朋友 那个时候郁金光 你们是不是全部都买在这里 在四月份的时候 郁金光是不是都买在四百多 还有买到五百的 那时候很多人讲 怎么办 郁金光怎么办 在这里停损掉 受不了嘛 五百多跌到四百多 跌到三百 三百多受不了了 停损 停损 哎呀 破低还好 结果呢 我在这里大买 一涨 从这里涨到这里 你看到没有 各位你自己看 我在这里买 这个叫底部进场 我讲的对不对 你们现在回过头来看 每个人郁金光都给你大力看 营收都跑出来了 我那时候跟你讲 我说三月份四月份 那时候最坏状况已经过去了 记不记得我有讲 你就看营收嘛 对不对 好 我们今天不要来讲这些东西 因为已经过去了 好 我现在跟各位讲就是 你要看未来 这档股票跟你讲 Q2一片创历史新高单季 Q3营收大幅度成长 所以它会 再大幅度成长 我们预估 大股东回补状况之下 我认为这档股票 邪后会大涨啊 你之前就要买好买满 那这档股票 我想大家知道 就稍微介绍一下就好了 最纯正的光学指纹辨识晶片厂 那就是神盾 什么都不要讲 它在这里压缩整理 我前两天跟各位讲过了 我说还没有大厂准备发动 9月1日后再创历史新高 今天公布了 公布了 连两个创历史新高 神盾 所以这些股票 都是大家知道的 今天都还算不错 还有所表现 不过我要跟各位讲就是 这档股票就是我们独家私房 好菜在这里 因为大股东回补 没有人会告诉你 结果我认为话要大涨 如果你错过了郁金光 如果你错过了金测 如果你错过了M31 如果你错过很多很多的股票 那么这档股票 明天把它买好 明天把它买满 这档股票 Q2单季EPS创新高 Q3业绩大幅度成长 有机会再挑战 Q2的EPS新高 大股东回补 在这档随时准备喷出 结后会有很大 很大 很大 很大的可能会 大涨 如果你愿意做 想要买这种 结后大股东回补的 有机会大涨 喷出的股票 那么这档股票 就适合你 把电话拨通 结后大涨 结前就该买好 这档股票 打电话来 跟你分享 本期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次付投资风险